今天很感謝林先生林太能夠白亡之分抽空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想問一下林先生為什麼會認識到我們設計全部中心 其實是我開始想買了一層樓準備裝修的時候 就開始上網去找資料 我們都是純粹在網上找 都是看下留言和搜尋一下哪些設計公司 才知道有這樣的公司 很感謝你們選擇了我們的公司 我想問一下到底有什麼原因 會令你們在這麼多設計中心裡面 會選到我們的公司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嗎 其實我很簡單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去購物設計公司 因為之前做的裝修 都是熟人介紹師傅給我們 但是因為上次做的裝修 我們都想試一下 因為始終傳統師傅上 我們就會覺得在設計上面 就會單調了一點 所以我們這次就想在外面 找一下有沒有一些設計公司 幫我們想一些比較特別的設計 所以我們在上網的時候 就去看看 因為我選擇很簡單 其實我只是上網看一看 哪一間公司 沒有那麼多被人投訴 我們會看一些網站 看看一些人留言 當然也不能100%盡信 但是看到一些留言 因為一來你的公司 就會比較少人提及投訴 然後我再上你們的網站 看到內容 真的非常豐富 非常豐富 就有很多展示 或者很多相片 讓我們看到 也知道你們是ISO的公司 會有一定的信心 所以我們最後就選擇了這間公司去做 謝謝 但是當你現在有比較過 你覺得今次的裝修 和之前的服務上 有沒有什麼不同 或者有什麼比較 你說 比較專業 其實例如很簡單 做一塊層板 我不熟悉 但我先生也提及過 我們以前的師傅 就是普通一塊板 但你們會有一個凹位 對 其實是 不會移動 而且你們在後面走線 也會有些心思 留一段 其實也看到 設計上 比起我們之前的師傅 會有些不同 因為用色 或者層次上 也會比起一般師傅 會好 我想問一下 在傢伙設計方面 你們又給了什麼想法 我們設計師Jerry 還有他有沒有回答 你們的要求呢 我們的要求就是 簡約 要多玻璃 空間 希望大一點 還有儲物空間 我們很滿意就是 那個 雜物房 我們喜歡食材 燦爛一點 他也做到我們的要求 那方面都滿意 OK的 其實我們盡量希望 那個廳不會太多櫃 那些東西 壓住我這些位置 因為你看到我們 有 一來有多聲物 要放 還有有按摩椅 我們都希望 那個廳盡量 好像看上去就會大一點 所以我們都 希望用一些淺色一點 或者是盡量用玻璃 鏡等等 因為你看到我們家 在原先 即未裝修之前 其實上一手 即上一手 業主的時候 已經做了一塊很大的鏡 所以我們都可以希望 在其他傢俬方面 配襯 或者是有些透明一點的效果 我們有一件事想補充 就是 設計師也好 都希望滿足到我們的要求 例如 我們有一個生物櫃 50鋪 應該是包的 但是 他為了我們開心 都會跟我們做出來 最滿意的是 那間屋的哪個部份 我想我自己是那個 站入房 我想我自己是 林先生 其實我挺欣賞 那個鞋櫃 因為那個鞋櫃 比起 即不像外面一般 真是瘋瘋瘋瘋 會有些層次 有些高低的設計 還有那個電視規矩 我都會挺喜歡的 那 除了我們公司的設計師之外 你對我們公司的員工 還有什麼評語 有 裝修師傅 對 很合適的員工 你覺得他們是怎樣的 我很驚訝 那些裝修師傅 我想我的媽媽會覺得 裝修師傅比較粗魯些 或者是什麼 但他們真的很有禮貌 很斯文 我們最後側漏那天 叫他們跟我們做些什麼 他們都意不容辭地幫我們做 還有 給他們一點提示 他們又不肯收 那就 看得很好 本來我們的 project 應該是Jerry in charge 其實中間是談 或者選擇 其間 在補充裏面 其他的設計師 或者staff 你們都可以給到一些 提示我們 其實不是 只是Jerry一個 我想 你經常提及 一些teamwork 那些事情 所以你們 做出來 給到我的感覺 其實 我覺得 都很impressed 其實你們的照片 我也覺得 一般 因為以前 給我們的感覺 就是設計 或者是裝修公司 就是一些比較 很簡單 或者 就是 告訴你 那樣子 那樣子 就OK的了 但是你們就比較 會好一點 因為可能我們又沒有試過 變成我們 其實 我們都很幸運 其實我們第一次 就已經可以選到 這間公司 都叫做幾滿意的公司 這裏是主人房 除了床之外 你看到就是 這部分 其實剛才說 因為我們本身 因為多賺物 而且也不想 就好像 很大壓迫 很多一個個個櫃 所以我們就用了一個 地台的形式 就圍著床 做了一個 一系列的地台的盒 或者是櫃 每個都可以獨立 建起它來 裝上一些 衣服 或者一些 比較 即是 季節上 要轉換的 就會放在這些 這些位置 那這就是一張 油壓床 其實就是 都令到我們 多了一個很大的空間 去放一些 雜物 行李箱 那些東西 我們就不需要 把一些 放在櫃頂 那些 另外 窗台就在這裏 戰鬱 大概六寸高度 剛剛好 平衡 我們這張油壓床 和床樓的高度 床尾 那裏 預留了一早 這樣的位置 就放電視 和一些 AV 聽到就是 其實我們三家房 都會有衣櫃 因為我們實在 太多衣服 不想 好像一進到門後 就對著 一塊木板 這樣的感覺 所以就會 預留了少許 位置 去放一些 食物 裝上鏡子 看上去就好像 會是 漂亮少許 這裏主要 就是我的 書房 和我工作的地方 就同一時間 就是因為 我們剛才說過 因為我們需要很多 擺衣服的地方 所以也在這裏 製造了一組 的衣櫃 而書桌 我們本身 就偷了窗台的位置 因為我 都很多電腦 和機器 都擺放的 令到這邊 這個櫃 預留了 偷空了一個位置 就好像 連貫少許 一個桌 一個L型 或者一個U型 的位置 可以 空間 就會大一點 去放在我的電腦 那些 那些 這間 就是 用一個 衣帽間 和雜物房 的形式去製造 是 印證 林太的意思 就想有少許 色彩 和有一個 效果出來 所以故意做到 好像一個 LEGO的效果 看上去的感覺 有少許 立體 和色彩 效果可以做得 稍為鮮 更加深淵 這套 本來是一張 魚樓 給工人房 用的床 另外這邊 會有一個 高升的雜物櫃 形式一樣 相對兩邊的效果 做出來 有少許立體感 最主要是 做一個LEGO的面 去形式做 然後 最主要 可以收藏的空間 要大一點 加上麻雀桌